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22号的下午4点钟 我刚刚乘坐飞机抵达杭州的硝山机场 我的行李也取到了 工作和生活终于合二为一了 走 我们去把这个卡赶紧起火吧 那个身份卡是在这积活的 哦 是的 杭州亚运会的专用上课区 现在呢还没有什么人 我们赶紧去车上 然后去媒体村去办理入住的手续吧 我们是刚刚到达媒体村 然后这个媒体村的这一路特别有意思 有这个丛丛路 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来命名的 刚刚过完安检 然后我们现在去村里办入住 这个一进来啊 需要排队人还挺多 哎 你好 这个是谁呢 这个是我们的见面礼 还有个见面礼啊 对 特别不好意思啊 我先欠你一个见面礼 你好 先生 欢迎入住媒体村 谢谢 你们是办理入住是吗 对 是的 好的 这么快啊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房卡是亚运的吉祥物 这就是我这15天的家了 这个房间呢 是有三个独立的房间 我的房卡上写的是B 所以这间房子是我的 我跟大家的心情一样 也是第一次打开这个房间 哇 开灯的那一刻特别的激动 有种买了新房子 收房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儿呢 是一个阳台 这窗帘都是第一次打开 然后这是 应该可以打开的 哇 大家跟我一起看看 这周围就是亚运村的媒体村 那儿有一个篮球场 太棒了 然后里面的东西呢 整体来说比较简洁 有衣柜 然后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卫生间 然后床上呢 有一个袋子 也是 机箱屋 这里面全都是 非常简单的这种洗漱用品 今天从出发 一直到进入到这个媒体村 大概有将近十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十个小时里啊 大家真的是跟着我的镜头 体验了一下 如果作为一个亚运会的记者 怎么出发 然后怎么进入到这个媒体村的 整个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站在这儿 感慨颇多 我觉得对我来说 一切都是第一次 一切都是一个惊喜 还有很多等着我去采访 呈现给大家 包括很多的赛事 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如果大家呢 有什么在亚运会当中关注的点 也可以留言 然后我带着大家 在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因为我要收拾行李了 一会呢 我要会去媒体中心 那么接下来 也请大家一直关注 我们在亚运会的特别报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